特斯拉维权事件问题之后 很多人觉得特斯拉在中国差不多要走到头了 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7月后特斯拉在中国的销量不仅没下降 反而开始暴涨 在7月份时卖出了3万多辆新车 8月份特斯拉销量就开始暴涨 首次突破4万多辆 9月份时特斯拉更是卖出5606辆新车 再次打破自己的记录 这里面虽然有部分新车适用于出口 但是从去年相比 不管是销量还是利润或者是股价 都是全面暴涨 10月份特斯拉更进一步 涨获10万辆的超额订单 特斯拉的股价一夜之间突破1万亿美元 中国造车新势力的市值 全部加起来也打不过一个特斯拉 特斯拉的逆势反弹 让很多中国人感到非常的焦虑和沮丧 有些人是恨铁不成钢 觉得中国新能源汽车质量并不差 而特斯拉明明因为质量上有很多争议 为什么还是有很多人喜欢 在他们看来 这是一种软脚病 还有些人想的更多 觉得中国当初花了那么大代价 才引进的特斯拉 本意是希望他充当一只鲶鱼 来盘活中国新能源汽车 适当的时候 特斯拉就应该被国人抛弃 结果特斯拉硬生生的把自己 长成了一只鲨鱼 越吃越大 所以担心中国引进特斯拉的策略 是不是失败了 那么这些焦虑会不会成真的 今天我们就来说一下这个问题 其实大家的困惑是正常的 但是焦虑根本没必要 中国引进特斯拉的战略目的有很多层 而且本身就立于不败之地 不管特斯拉最终的结果是成功或者失败 中国都是获利者 网失败了说 中国造车新势力趁势而起 将有机会成为世界汽车产业的领导者 网成功了说 特斯拉体量越大 中国主导的新能源战略也将越做越大 一举解决中国百年的能源安全问题 以上这些有些人可能会知道 但是中国在引进特斯拉的时机 其实也有更深层次的目的 这些可能有的人就不知道了 可以说它的背后是一场斗智斗勇的战略抉择 也是中国布局数十年的战略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件事还要从中国导弹之父 钱学森的一份书信说起 对了 视频制作不易 麻烦点个推荐和关注 我们马上开始 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 要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初 当时钱学森一直在关注西方的前景科技 然后就注意到了新能源汽车的潜力 于是他写信给当时的国家领导人 在这份书信中 钱学森前半段将新能源汽车 看作中国汽车产业弯倒超车的机会 后半段则是举例证明这个方法是可行的 尤其是前半段 他准确地预估了新能源的重要性 在信中他是这样写的 我国汽车工业应跳过用汽油柴油阶段 直接进入新能源阶段 中国汽车生产在下世纪20年代 估计将达1000万辆 保护环境是十分重要的问题 现在美国和其他国家都在计划开发蓄电池汽车 在此形势下 我们绝不应在等待 需要立即制定计划 力争后来居上 而且中国有能力跳过这一台阶 直接进入汽车新时代 说实话 看到这份书信的时候 我们只能由衷地感叹 前学生的战略眼光竟是如此超前 可以时隔30年 预判出中国汽车产业的突围路线 中国在传统汽车产业上 想要突围确实是困难重重 主要有很多制造业和技术还比较落后 当时的策略是市场换技术 为了让汽车产业发展起来 中国向国外汽车品牌开放大门 同时做出了严格的限制 必须与合资的形式在中国造车 希望通过这种方式 培养出自己的核心技术 事实证明 市场换技术的策略 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困难 国外核心技术封锁 国产品牌在正前与技术发展的道路上 越走越歪 汽车产业链最终的突围路线 只能落到新能源汽车上 而秦学森的这份手书 才让中国没有错失新能源的发展机遇 可惜的是 绕过当前技术直接发展下一代 需要大量的财力和技术 90年代的中国并不具备这些条件 前学森的这份建议 直到十多年后才被全面采纳 所以这个任务落到了中国前科技部长 万刚的身上 2000年 万刚向国务院建议发展新能源汽车 实现跨越式反超 此时的万刚身份还不是中国科技部部长 只是奥迪的技术经历 但在汽车这个领域 万刚无疑是最有发言权的 他是德国克劳斯塔尔工业大学 和中国同济大学的兼职教授 博士生导师 被德国评为汽车工业界的十大科技精英 在他刚刚读博士的时候 就开发了一种降低汽车噪音的技术 被大众等企业大量应用在旗下的汽车上 万刚也因此获得了特殊工军十字奖 在汽车领域 可以说是有名的专家 更关键的是 对于传统汽车和新能源汽车 万刚都有研究 新能源汽车的三大核心是 电池 电机 电控 万刚均有涉猎 万刚博士毕业后是在奥迪承担技术工作 一路做到技术经理 负责信息化制造技术的开发任务 这个技术与汽车电控同出一脉 而在他坚持博士生导师期间 就是指导博士生研究燃料电池的 在这方面 即使是德国都属于空白领域 所以万刚在汽车这个领域 是兼备技术与理论的双重人才 他提出的意见 自然受到了国务院的重视 加上当时的时机已经差不多成熟 中国新能源汽车火速上马 2000年万刚受邀回国主持项目 2001年 中国将电动汽车列为863计划 重大技术专项 由万刚担任首席科学家 在当时 新能源汽车的发展路线有三个 燃料电池汽车混合动力和纯电动汽车 这三条路线各有优势 燃料电池汽车续航持久 但是成本高 技术难度大 纯电动汽车技术相对简单 但是电池续航是个很大的问题 而混电则介于两者之间 由于优缺点明显 哪个技术最终能突围 谁也不知道 对于中国来说 是不可能放过任何一个路线的 毕竟小国才做选择 大国则是全都要 所以中国就制定了 以燃料电池 混合动力和纯电动汽车 作为新能源汽车的三个横向技术路线 电池电击电控 为三个纵向技术难点 形成三横三纵的开发格局 这种格局一直持续到2012年才被打破 中国在这一年明确了 以纯电动汽车为主要突破路线 理由也很简单 日本在燃料电池上有很多专利 中国想要绕开 相对来说比较困难 而中国在三电的电子技术上都有积累 加上电能丰富 更适合纯电路线 其实中国引进特斯拉 并非是因为它有夺牛 只是因为它选择的路线 与中国的路线恰巧一致而已 很多人看待特斯拉 喜欢把它捧得高高的 把特斯拉比作鲶鱼 把中国新能源汽车 比作池塘里的其他鱼类 其实我并不怎么喜欢这个比喻 因为它好像是在说特斯拉非常强大 而其他新能源汽车则非常弱小 随时都有可能被鲶鱼吃掉 这样的比喻实在太小看了中国新能源汽车了 在特斯拉引进之前 比亚迪未来等中国新能源汽车品牌 就通过残酷的竞争 完成了初步的技术积累 在某些领域 技术储备甚至比特斯拉还强 所以我更喜欢把中国新能源汽车发展 看作是养骨 中国先是在国内进行第一次养骨 培养出几只强大的虫王 然后这些虫王才与特斯拉竞争 进行第二次养骨 特斯拉并没有强大到搅动中国新能源汽车战略的地步 顶多也就是战略里的一只蛊虫 这个比喻虽然不是很恰当 但是确实如此 这一点从马斯克与中国的数字交锋 从无奈到狂喜就可以看出来 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 中国需要它时 它就是世界上最厉害的汽车企业 中国不需要它时 它也只是个科技的契儿 2007年11月 中国发布了新能源汽车生产准入管理规则 把新能源汽车化为一个独立的类别 宣告中国技术积累完成 准备科研道量产的转变 次年 中国与特斯拉就有了第一次交锋 时任科技部部长的旺刚在旧金山访问时 亲自去特斯拉拜访马斯克 旺刚与马斯克两人有很多的共同语言 他们都是汽车领域的专家 又同时压住新能源汽车 所以旺刚不仅与马斯克互相交流 还亲自试驾了特斯拉的电动汽车 不过奇怪的是 两人初次见面也仅限于此 并没有产生实质性的合作 这一点出乎了一些人的意料之外 在中国已经全面发展新能源汽车的前提下 引进马斯克的特斯拉 无疑是最佳的选择 但是真正了解中国计划的人 其实并不惊讶 首先此时的中国 还没选择纯电动汽车的路线 特斯拉只是中国众多的备选方案之一 对于特斯拉 中国只是保持鼓励 但不主动引进的态度 其次 中国还有更重要的任务 就是培养出自己的虫王 2009年 中国国内一场更残酷的 新能源洋谷大战爆发了 引爆这场大战的是国家密集的政策和补贴 当年的1月 中国首次提出新能源汽车战略 并且投入100亿支持相关产业 仅仅过了10天 中国再次制定了10成千辆的推广计划 准备在3年之内 每年在10个城市 推广上千辆的新能源汽车 3月份 又在汽车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中 提出未来3年新能源汽车产能 需要提高到50万辆 5月份 国务院再次安排200亿资金 以贷款贴息的方式 支持新能源技术开发 到了12月份 中国又发布了购置补贴的重磅政策 当中国想要办一件事情的时候 人们深刻地知道了 什么叫做大国的力量 仅仅一年时间 中国推出了5个重磅政策 每个政策都在告诉大家一件事 中国的未来属于新能源汽车 很快 新能源汽车的市场就被引爆了 这一年也被业内人士称为 新能源汽车元年 有了政策的引导 国产品牌自然也疯狂地布局新能源汽车 不管是叫得上名字的 还是叫不上名字的 都跑了进来 这些政策就像蛊虫的养料一样 吸引了各种技术和资本 其中最成功的无疑就是比亚迪 王床福平接电池以及汽车 在当年就登上了福布斯中国榜首的位置 而未来小鹏汽车等造成新势力 也在之后的几年里相继诞生 这场大战非常残酷 是骡子是马 得拉出来66才知道 而且补贴的目的也很明确 就是要把新能源汽车的市场做大 并且确立最终的发展路线 做大是为了做强 确定路线是为了集中人力物力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养出中国的虫王 2012年 中国明确纯电驱动作为主要发展路线 新能源汽车销量达到了上万辆 2014年 马斯克到访中国 因为这一年 中国即将成为全球第一大市场 而马斯克就是看中了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 当马斯克与王康再次见面时 他非常果断地表达了合作的意向 希望在中国建立超级工厂 或者降低对特斯拉的管水 目的就是为了在中国市场分到一杯羹 但是马斯克又失望了 中国没有给他任何承诺 甚至连合作的时间也没确定 而中国拒绝马斯克的原因也非常简单 阳固计划还没完成 中国新能源汽车三电技术还没有掌握 怎么能让其他鼓虫进来呢 其实这个结果是在马斯克的意料之外 作为美国人眼中的钢铁侠 他总是充满激情 而现在只能沮丧地说 在中国面前 我们就像个婴儿一样无能为力 事实上 马斯克为了进入中国 确实用尽了所有办法 最终也无能为力 2014年 他访问中国时 就主动示好 中国是过去 现在和未来 表达了对中国经济的无比看好 2015年时 他在博鳌会上又暗示 他有计划在中国建立工厂和研发中心 2016年 他又抱怨 为了中国客户 我连微信都学会了 马斯克为了打开中国市场 就不断了解中国 但是越了解中国 马斯克就越渴望进入中国 因为他在这几年里 遇到了生涯最严重的危机 产能无法提升 2008年 在与中国的第一次交纷中 马斯克就遇到了危机 但是那次 他靠自己的个人魅力 再次赢得了资本的青睐 拿到了一大笔的融资 但代价是连丰田都入股了特斯拉 可他也知道 资本并不是傻瓜 股票可以靠马斯克吹泡沫来抬高 公司资金可以靠融资 但是这些都是有前提的 你必须让投资人看到赚钱的希望 不能总是在打嘴炮 而没有产能的特斯拉 恰恰让人看不到任何希望 2017年后 由于产能问题无法解决 资本开始看工特斯拉 为了提升产能 马斯克一天工作20个小时 吃睡都在工厂 甚至还搞出个自动化工厂 梦想通过无人生产来提高效率 结果产能依旧没有解决 差点让10亿美元的投入打了水漂 港铁侠马斯克面对采访时 就直接崩溃到哭泣 甚至在圣诞节 自己恶搞特斯拉破产的图片 来面对嘲讽 2017年与2018年 是马斯克和特斯拉的治安时刻 对于此时的特斯拉来说 与其说中国需要特斯拉 不如说特斯拉急需一个中国 也就是在这一年 马斯克终于迎来了东方大国的召见 马斯克震惊危坐 仔细听课的表情 像极了学生听课的样子 迫切地想要了解 中国到底是怎么看待特斯拉的 他实在太需要中国了 不仅仅需要中国的市场 更需要中国的效率 在他眼里 中国的效率是美国的100倍 这一次马斯克没有失望 在会议之后 他高兴地宣布 特斯拉将在全球再建4座超级工厂 而他的底气就来自于中国的承诺 而且比他想要的更多 想做得更快 2018年5月 特斯拉在上海成立独资公司 特斯拉上海有限公司 2018年7月 签订协议在上海建立超级工厂 然后三个月拿底开工 五个月内完成主体建设 所有手续一路开绿灯 速度之快让马斯克狂呼 这就是上海速度 特斯拉的股票也因此再次狂飙 那些做空特斯拉股票的空头 有些都来不及逃跑 亏得是血本无归 但这次还没完 2019年12月 上海超级工厂首批modo3 完成交付 2020年1月 在正式交付的典礼上 马斯克高兴地当场跳起了舞蹈 很多人疑惑 中国为什么亲手扶持 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 其实中国此时也不好受 而且处于内交外困的地步 原因很多人都知道 一个是中国新能源汽车 也遇到了非常大的苦恼 浑水墨浴的人太多了 趁机遍布 虚假宣传 空壳公司数不胜数 这时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外援 来增加竞争 减少国内无异的内斗 但是仅仅这个原因 其实还说不过去 因为想要解决浑水墨浴的方法 有很多 没必要为了一家企业一路开绿灯 甚至倒破管理 其实这里还有四大高明之处 第一个就是 为中国新能源汽车 走出国门做准备 很多人举知道特斯拉技术牛 其实不知道在引进特斯拉时 中国国内洋谷计划 已经出现成效 新能源的三电技术 基本掌握在手里 电池有宁德时代 电控有造车新势力 电机也有比亚迪等制造企业 中国早就具备打开国门 与外界重亡一争高下的时机了 这既是挑战 也是机遇 天将将大日与私人爷 必先劳其筋骨 恶其体肤 不打败外国企业 如何出去争夺天下 引进特斯拉就是在国际上 在养股 行了 中国汽车凭借战胜特斯拉的风头 在国际上可以趁势崛起 失败了大不了在国内重新修炼 力大于弊 这就是我开头说的 特斯拉失败 中国汽车产业崛起的理由 但这不是最关键的 关键的是中国引进特斯拉的时机 为何是2017年 而不是2019年 2020年呢 当那时特斯拉被资本打得更惨 中国新能源汽车更强一点 再引进不是更好吗 原因就是 因为当时非常凑巧 是川建国上任的第一年 新冠上任三把火 董王的第一把火就烧在制造业上 打出了制造业回流 美国优先的口号 而当时正好中国处于转型期 经济增速开始放缓 让很多西方资本 找到看空中国的机会 有一些企业就带头移出了中国 所以中国干脆就将计就计 扶持同样被资本看空的特斯拉 将特斯拉打造成中国制造的外资代表 资本看空中国制造的计划 瞬间就破灭了 特斯拉做得越大 中国的制造业神话就越大 事实证明 我们的这步棋走得没错 马斯克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中国谜地 无比看好中国的效率和市场 时不时的就在推特上夸中国 说中国效率是美国的100倍 在今年的11月份还整出了七步师 在美国 他就是一个最大的中国吹 而他越嘚瑟 那些曾经试图离开中国的人 却越后悔 从这点来看 在中国的计划里 就没有让特斯拉失败的想法 这也是任何国家招商引资的本意 是合作共赢 中国与特斯拉的合作 还有一个原因 路线之争 中国和特斯拉都压住了纯电动汽车 但同时都遇到了困难 如果纯电动汽车 不能快速地在全世界站稳脚跟 那么其他国家就可能会想办法 绕开中国的技术 日本一直在氢燃料汽车上虎视眈眈 甚至搞出了氢能计划 准备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上 大搞氢能推广 欧洲又是摇摆不定 甚至美国内部也开始搞特斯拉了 如果中国不想办法尽快奠定顺局 谁也不知道未来的方向 路死谁手 中国与特斯拉的这次合作 正式将日本氢燃料汽车的梦想 扼杀在摇篮里 而路线之争的背后 还有第四大争夺站 未来能源计划 中国每年大量进口的石油 大部分都消耗在了汽车上 而中国主导的清洁替代方案 已经走在了十字路口 光伏、水电和风电等 清洁能源的制备技术 中国已经是世界领头羊 我们的特高压也是独步天下 可以解决能源运输问题 只剩下能源的储存和利用 而充电桩和纯电动汽车 不就是天然的储能和市场吗 甚至连规划都做好了 要在中国乃至世界建设一张 横纵相连的超级电网 中国解决路线之争 就是在解决中国的能源安全问题 所以我们巴布的 纯电动汽车越做越大 这就是我说的 特斯拉以及中国新能源汽车 做得越大 我们的能源战略就走得越快 所以诸君大可不必焦虑 中国的目标是形成大海 又怎么会在意一时的得失 更何况 我们的造车一族 已经有了自己的重忙 好了,我是熊猫 我们下期见